有人总会嘲笑别人没朋友混得不好 但殊不知人家可能朋友很少 但后宫很多 格局小啦 今天我要讲番句 我的朋友很少 就是完美全是 我的朋友全是后宫 男女通知 照单全收 男主小英转学来这个学校已经一个多月了 但同学们见到她都害怕得避之不及 这都是因为转学的第一天 小英不仅迟到了 还因为半岛差点打到老师 再加上她是金发混血儿 就被同学们当成了是袭击的 老师的小混混 有一天中午 小英发现同班同学夜空 在教室独自对空气谈笑 便进去询问她是否看得见幽灵 结果只是因为夜空 因为不知道怎么交朋友 所以才把空气当作朋友进行交谈 在这个社会 没有朋友就等于品行不良 所以夜空还是想要交一些表面朋友 用钱收买人心 但小英却想邂逅真正的朋友 男人谈论者如何交朋友 突然夜空宁机一动 便跑去创建了社团林能步 他想了既然没办法农入新的社团 那便自己创建一个让别人来加入 这是个专门交朋友的社团 小英被夜空抢制 打入社团 社团募集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门了 但夜空看见对方后 就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因为来者 星奈是学校理事长的女儿 运动 身材 学习 都是绝优 但这样的人也有苦闹 因为身边围绕他的人 都是缠他身子的人 所以他想加入林能步 找到真正的朋友 在星奈加入社团后 和夜空都互相看不顺眼 夜空给星奈取了绰号 Low 虽然不是什么好听的绰号 星奈却高兴地接受了 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绰号 最后夜空发现了一个 可以找到促进友谊的游戏 便让小英和星奈准备一下 一起玩 星奈主要说的这是小孩子的玩意 却偷偷去苦练了58个小时 升到了最高级 游戏里三人组队 星奈偷袭夜空把他打死 往生 哎呀 是手滑啦 祭球的夜空变成星奈钓鱼的时候 舍杀他 就这样两人在游戏里互相按算着 最后直接干架 后来星奈带着一个色情满满的游戏 被夜空疯狂吐槽 星奈为了证明这不是个 只有夜空的游戏 被迫练出了台词 结果却修得面孔而至 坏死呐 之后有一天 星奈和游戏角色约了要去游泳 把游戏当中的星奈发现自己不会游泳 便请小英教他 会下次跟游戏角色去游泳做准备 会自 星奈选了一道很性感的游衣 周日 祝你小英一对一教学 期间小英升完厕所回来时 星奈被三个男人搭讪 星奈在拼命鼓作镇静了讽刺他们 结果却惹落了人家 先让小英出手帮他下退了三人 小英有些无奈地告解星奈 以后出门再玩 不要这样随意地挑衅他人 他也没办法随时能够保护 哎妈呀 这是星奈第一次被同龄男人说教 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星奈心动了 而小英其实在小时候也交到过一个好朋友 也是他有过唯一的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 去交一个比一百个还重要的真心朋友吧 这句话被小英铭记于心 这天一早 小英之社团见到一个女孩在沙发上睡觉 而这小孩正是灵灵部的顾问老师 年仅十岁的高生玛丽亚 玛丽亚虽然是最年轻的修女 却很好哄骗 被夜宫哄骗的心甘情愈的当社团的顾问老师 还把场地免费送给了灵灵社使用 随后小英又收了个小弟 因为讲相怎么看都像是女孩子的男同学 男性村 男性村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五十一般的日本男子汉 最希望能够让小英叫她 夜宫顺便让男性村加了灵灵布 方便她贴身学习 夜宫让男性村打扮成女仆模样 给小英端茶送碎 说是对 即使打扮成女仆 也能体现男子气和气息的联系 在同一天 小英还救了一位昏迷在实验室的女生 芷雄理科 这是一位天才发明少女 从小学时代就做出了电子机器 药品 电脑软件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现在她被允许在特别建造的理科室自行学习 小英轻松夺走志雄理科的环心 那天志雄便乐情地加入了灵灵布 直白地说想要跟小英发生关系 这样灵灵布的其他人都感觉 焦闷气短 为玛丽亚每天的午餐 就是薯片 夜宫便给她买了一柜子的薯片 小英觉得这是极其不健康的饮食 于是便为她做了营养午餐 玛丽亚感动地开始喊她 你真好 后来青奈一直想进入到游戏中去 于是志雄便拿出了大型3D游戏的试用版 为了玩家亲身体会到游戏世界 所以大家纷纷地进入游戏 除了小英选的魔法 只是个废材 其他人都有攻击力 首先他们遇到了很像一种鱼类的巨丑无比的怪物 小英吃过这种鱼类觉得十分美味 并请教大家不要打它们 大家觉得它们太丑了 毫不留情地出手 重点是好吃 终于打到最后一关的魔王石 玛丽亚睡着了 夜空趁其将辛赖酸击死了 辛赖就在外部将夜空感到致死 就这样大家换命了 与我人虽然打到闹闹的关系却似乎越来越好 打完游戏 小英发现妹妹来了 最近小英总是很晚回家 所以她来看看所谓的宁宁部是怎样的 原来这是大哥的后花园呢 于是妹妹进来也加入了进来 难道这是德国骨科 之后因为辛赖没有去唱过卡拉OK 一直想去 于是夜空便提议暑假第一天大家一起去 作为社团活动 到了KTV 夜空发现是按人数计费的 于是她辛赖便自作聪明的一人开了一间房 比较正常的小英则和瑜伽的人一间 辛赖和夜空即使在不同的房间 也要为了唱歌平奔的高低而整个不停 结果都唱得劲比力尽 傍晚要分到扬镳时 辛赖和夜空吵架了 被夜空再次气跑 但中度她又跑回来跟小英说 她爸爸邀请小英去家里做客 因为两家是市郊 最近大家却是轮时间都不怎么固定 于是为了能够跟大家保持联系 这种提议可以互相交换手机邮箱地址 从来没有用过这东西的小英和夜空 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惊叹 惊叹手机原来还有这么半个功能 于是大家互相的交换了联系地址 其中就辛赖没有手机 辛赖认为这手机是无老女生用的 所以傲娇地说不想要 于是夜空故意在她面前跟小英打电话 故意地把辛赖给气跑了 当晚深夜辛赖打坐机 给小英询问她的手机型号 第二天便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机 夜空拒绝将手机号给辛赖 又把她给气跑了 在相爱相杀的局里局气上演的是愈发的频繁 所以夜空发送一个短信轰炸给辛赖 辛赖这个手机忙顿时被吓哭的 招小英帮忙 这该死的冤家啊 最后在一个大夏天时 小英家的空调坏了 一直穿着洛丽塔裙子的妹妹 终究是顶不过了 换上了两手的下装 跟着哥哥去了社团 到了社团妹妹便和玛丽亚打了起来 因为玛丽亚和小英 后来大伙为了打发无聊的一天 决定一起去游泳池游泳 大家是坐公交车去的 这张志雄和夜空的兄妹晕车 特别是夜空一直萎靡不振 到了游泳池时 男性村被夜空哄骗着 带了一套女装泳衣换上 这次几件小英 竟看秀得不行不行的 的泳池人山泪海的 小英他们并没有什么体验 志雄和夜空因为晕车 他难受着直接先委屈的 因为恶人的缺席 其他人也都不怎么开心的 一起回去了 这次团建瞬间就这样草草结束手上 结果因为这次没有游泳 夜空觉得浪费泳衣 于是在社团举行了泳衣派对 这次新来建议去他家的私人海边玩 顺便在那核素一晚 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在此之前 新来新来小英娶了他家见他吧 因为两家父亲是纸友 所以新来他爸 十分迫不及待地见到小英 吃饭时 新来他爸紧张又好客 放过他的小英和酒 每一句话都离不开小英爸爸的名字 知道小英很羡慕自己爸爸 有这样的纸友 等终于到了要去核素的这一天 结果大家坐了很久的客车后 还要步行 一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 完全诠释了我家上厕所得开车的那句玩笑话 等到了以后 大家穿上泳衣 小英帮着妹妹他们涂防晒霜 新来不好意思让小英涂 便请夜空帮忙 然后付费的夜空用脚帮他涂 防晒霜倒了他一身 嘴子说的淫秽的话 他新来气哭了 还让他的欧海抖了出来 讨厌 而这些天 都是小英负责做饭了 他做的饭很好吃 大伙一起吃饭的时候 让夜空非常开心 因为以前 从没有人会跟他一起吃饭 等到最后一晚 夜空讲的鬼故事把他家都吓坏了 大家都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都让小英陪着上厕所 这一陪就陪到了天亮 最后迎来的夏日祭典 大家为了想吃章鱼烧饼都去了 那晚只有夜空拒绝穿玉衣 夜空不喜欢能够的地方 吃了章鱼烧饼想回去 但一位新来还想玩 便留下来陪他 可病意上 就要跟他比赛 大家玩了一晚上都很开心 最后的节目是放烟花 当烟花放完的时候 夜空的头发被火苗烧到了 虽然火苗即时被灭了 周都没有出现过 直到开圈那天 夜空剪了短发出现了 这一刻小英才认出 他是小时候自己唯一的职友 就是过别十年的重逢 这只有电视剧才敢这么演啊 虽然小英在梦里梦见过夜空 很多次 但现实真的认不出夜空 而从小英转学来的第一天 夜空便认出他的 并且一直在想方设法 来跟他答案话 但是都没办法开口 所以他想出了创一个 可以让他和小英 重新成为朋友的独处社团 但慢慢的 夜空和小英 觉得这个社团和信赖等人 成为了好朋友 本来是朋友很少 但没想到原来是后宫很多 还是男女通知 找单全手 整体内容看起来还算有趣轻松 而最后的结尾 虽然有些突如其来 但是当我想到了一个说法 真正的兄弟 是在你没有女人的时候 当你女人 而夜空却真的做到了 小时候 其实小英 真的不清楚夜空的性别 所以当这个结尾出现后 那简直是让少年老犬 差点没吐出来 这样也行 虽然这个设定很另类 但却成了很多观众不喜欢的一个原因 但好在后宫翻 普遍剧情线都不会太强 重点还是在前中期的搞笑日程 而因为第一季的收尾 让人误以为会在后续 转变成纯爱翻 直到2013年的第二季播出后 大话才清楚 后宫翻 没跑了 好在整体制作精良 也让很多人还在期待第三季 个人也挺喜欢这类搞笑 日上后宫翻 所以呢 还是挺推荐在闲暇的时候去看一看 能让身心更加放松 我是少年以为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还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